肺炎疫情 韩国出现新冠病毒群聚性感染事件 让外界最为关注的是 韩国约100例确诊病例中 有将近一半与大邱新天地教会的Shincheonji有关 据韩联社报道 该教会累计出现了43例确诊病例 其中可能还包括一例超级病毒传播者 如果不把邮轮上的病例算为日本总病例 则韩国成为累计确诊人数仅次于中国的疫区 中国驱逐三名外国记者时机与世界舆论 中国防控疫情英国首相致电习近平释放的信号 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与习近平的电话中表示 中国有较多的临床经验 若能与韩国防疫部门共享 一定能对防疫起到作用 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承诺 将同包括韩国在内的各国加强沟通合作 共同应对疫情 群聚性感染 韩国卫生防疫部门认为 确诊的第31例患者 一名61岁女性 很可能是超级病毒传播者 在周四上午确诊的30个病例中 共有23人与她在大丘新天地教会有过接触 下午确诊的病例中 也有5人与她有关 韩国卫生防疫部门认为 这是群聚性感染 要求新天地大丘教会 约1000名教徒居家隔离 大丘市位于韩国东南部 人口约250万 新天地教会的全称是 新天地耶稣教见证帐幕圣殿 宣传G Church of Jesus The Temple of the Tabernacle of the Testimony 总部设在韩国荆基道果川市 2014年 韩国基督教监理会认定 新天地教会是以基督教为幌子的邪教 新天地教会表示 已经关闭了大丘的教堂 在其他地区的教会活动 也改为通过网络进行 肺炎疫情 泰国选择向中国游客开放的理由 肺炎疫情下不招待 内地人的香港餐厅 和持续的中港矛盾 大丘市市长表示 现在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关头 督促市民留在家中 法新社报道说 在附近的美军基地指挥官也发出了命令 限制人员出入 新天地教会来历 新天地教会1984年 出生于1931年的李万希现年88岁 自称是圣经中提到的神应许的牧者 信徒们被教导相信李万希是耶稣转世在灵之主 据报道该教会在全世界有12万信众 新天地教会被指示邪教组织 在数个国家涉嫌有争议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